这个世界大致分两类人 一类称为叫表现型选手 一类叫进取型选手 有的人发现了一个机会很好 但是放不下面子或者是架子 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好机会 一定是在一定时间内还不被很多人认可的 那所谓放不下面子和架子的人 就是典型的表现型选手的特征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明白 个人成长比虚荣心要重要的多得多 所谓的虚荣心 其实只是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比较好 那至于自己是不是真的好 其实没那么重要 这就是表现型选手的典型特征 那对于进取型选手来说 别人眼里好不好并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真的每天都在变好 实际上进取型选手 即使不是在现在 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获得大家的认可的 而一个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 并且他不受周围的意见影响的人 才是一个真正的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也就是真正的活出自己了 而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 他就不会在意别人认为他是谁了 在美国迈阿密机场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 一个黑人绅士下了飞机 这时外面有三个白人小货魂大声的骂他黑鬼 而且挥着拳头说要揍死他 那这个黑人绅士微微一笑 冲着三个白人挥挥手 然后上了一辆车仰手而去 那这个黑人为什么不生气 他人高马大的 应该也可以冲那三个白人叫唤叫唤 实际上这个黑人就是拳王阿里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他要出拳打一架的话 实际上人要给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 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他真的就不在乎别人认为自己是谁 而一个确定了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人 他也不会为琐事所烦恼或者伴助自己 所以做一个在意自己未来的人 做一个在意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人 而不是在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 事实上是什么 别人还真的没有太想我们 因为他也在意你对他的想法和看法 而很多的人一生都是在这种在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中很快的过去了 并没有真正的去做自己应该做的 有一本书叫《弥留之记最后悔的五件事》 是统计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在临终之前 他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其中人们最后悔的第一件事 就是没有鼓足勇气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那种只忠于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迎合着别人期待的生活 另外也有的人他对一个机会的判断不是基于事实 而是基于有的人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 实际上别人失败并不代表你也会失败 正确的机会一定要加上正确的人 所谓正确的人就是一个能够不断成长和成为的人 才有可能把一个正确的机会做得好 而如果一个人他把握了正确的机会 却不愿意付出代价付出努力去成长 那成功跟他也是无缘的 总结一下这集讲读的就是做一个知道自己是谁 关注自己未来 关注自己成长的人 而不是关注别人的想法和看法的人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